一个跳跃三连拍 结果弄丢了价值十多万的求婚钻戒 幸好最后找回来了 在台中已经订婚的这一对情侣呢 他们在十月中到了日月潭游玩 准新娘就把钻戒放在上衣口袋 结果呢在拍跳跃三连拍的时候呢 戒指一个不小心呢就掉在草地上 两个人连夜返回现场 却是找不到赶快报案 但是半个月过去音讯全无 就在十一月一号 这个准新娘啊 他就梦到说有人捡到他的钻戒了 果然就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钻戒失而复得 让他直呼真的是美梦成真 开心来个跳跃三连拍 可是这么一跳 求婚钻戒竟然就从胸前的口袋里 跳了出来 忘记戒指放在前面的口袋 所以就是跳的时候戒指就飞掉 弄丢钻戒的就是台中这对情侣 5月20号才求婚成功 随即定制求婚钻戒 中间是0.7克拉的钻石 外围和纸圈则想满0.4克拉的碎钻 还特别送到日本制作三个月 八月底才拿到钻戒 十月中两人甜蜜游日月谈 准新娘先是把手上的戒指 放在胸前口袋 没想到就在拍跳跃三连拍的时候 这枚价值十万元的钻戒 连同另外两枚戒指 跳出口袋掉到草地上 两人回到家才发现钻戒遗失 连夜重回现场 却便寻不着 只好报警 但苦苦等候半个月都没消息 直到十月一号 纯新娘梦到有人捡到戒指 果真就接到派出所电话 钻戒失而复得 原来这位民众 十月底也带家人到日月谈完 因为天色昏暗 用手电筒照录 看到草地上有反射光点 才发现是钻石戒指 赶紧送到派出所 这对未婚夫妻火速赶到分局 秀出钻戒照片 和跳跃三连拍当中 钻戒逃脱的画面 才终于拿回戒指 也让准新娘直呼 真的是美梦成真 简直入城南投报道